今天要来介绍一颗非常实用的音频播放IC 那就是 登登! MAX98357 相信对于许多有在使用Arduino的朋友来说 这颗IC一定不陌生 因为它就是官方范例中所使用的主角 它的设计非常精简 模组上总共只有七个控制角 分别是两根电源角、三根通讯角 以及一根用来控制放大倍率的GAM角 和一个控制左右声道平衡的SD角 而这个模组有几个相当显而易见的优点 第一 就是它的体积很小 非常适合用于一些小型的专案中 规格描述说 它可以驱动4欧母扬声器 输出达3.2瓦的功率 它的架构包含了PCM解码 产生音频讯号 以及功率放大 几乎可以说是一颗 All-in-one的音频驱动IC啦 更重要的是 要操作它还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 选用带有I2S介面的MCU 就能轻松的操作它 实现音频播放 那什么是I2S介面呢? I2S是由Philip公司开发的一种 专门用来传输音频资料的界面 它的格式很简单 主要由三个讯号所构成 分别是 LRCLK BCLK 以及DATA 今天我们并没有要深入探讨 I2S的传输细节 而是把重点放在音频播放的实作上面 所以别走开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探索这颗 IC更多特性上的细节 看看它是否真的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首先就让我们将这个模组安装在开发板上吧 如同前面所说的 我们需要一个带有I2S的控制器 因此我手边的这组Arduino Zero版 刚好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们依照范例程式的指示 安装好相关的接线后 接上扬声器 执行范例程式 就可以直接发出声音了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范例程式嘛 程式在一开始 先将I2S界面初始化为8K的取样率 16bit解析度 而在Loop函式中 程式会技术已经传送的样本数量 与频率播长所需的样本数量做比对 然后不断的对样本电压做反向 再将这个样本资料 透过I2S传给音频模组 产生固定频率的放播 样本的阵幅为500个刻度 这个阵幅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音量 强度 以I2S初始化为16bit来看 500个刻度对应的音量 大约就是满刻度 32767的1.5%左右 因此这个音频讯号的长相 实际上应该会接近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想要量测一下这个讯号 看看实际的情况 和我们想的已不一样 什么情况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除了这个方波边缘有奇怪的震荡讯号 甚至两个通道的讯号看起来还一模一样 而且讯号上还载有2.5V的直流 情况好像开始变得有点复杂了 实际上因为MAX98357 delay放大器结构的关系 所以它的输出看起来 就像是这样一个接近300kHz的高频讯号 而它的正负两端输出讯号 看起来似乎一样 但这其实只是因为音量太小的关系 如果将音量调大 两端带有的差异就会很明显了 虽说delay结构的输出讯号 看起来似乎很复杂 但因为输出讯号 终究是需要以纯音频讯号的形式 施加在扬声器上来发出音频的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检测扬声器两端的讯号 和我们的输入资料做比对就可以啦 好像也没有一定需要知道 这个delay到底是怎么动的 但因为扬声器正负两端 都带有一个2.5伏的直流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直接用试波器随附的被动探棒 勾在扬声器两端进行量测啦 而是要直接以三用电表来量它 因为电表的参考点 在未量测时都是浮动状态 不像试波器需要参考到Earth Ground 所以拿来量喇叭 非常适合也很安全 但我们不是要用这台来量啦 因为它的速度太慢 量不到细节 而是要用 进阶型的万用电表 使用DCV功能中的数位取样模式 来进行量测 我这台电表的最高取样率是100K赫兹 用来量测音频讯号 算是刚好足够 我们把碳棒勾在扬声器的正负两端 量测这两端的电位差 使用数位取样 果然就得不到漂亮的波形啦 讯号正幅约为正负2.3伏 与一般电表ACV模式量到的结果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要对输出讯号的特性 做几个简单的测试 首先就是削波的问题啦 因为方波对于有没有削波 有时候会不太好判定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把输出讯号 都先改成以正宣播输出 如何产生正宣播 包含运算写程式这些 AI都可以轻松完成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启 我们预写好的程式啦 程式内容是先建立一个 赛波的资料表之后 然后足笔把资料传给模组 以播放这个音频 上传后就是纯赛波的波形啦 再来我们既然说到消波 那就要先谈谈 消不消波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消波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程式中建立两个波形 一个是原先那个没有失真的纯赛波 另一个是把赛波消波40%以后的波形 分别把它们上传到MAX98357 来听听看有没有差别 首先我们看看纯赛波 我们从序列负试波器中可以观察到 这四个正幅为正负5000的正旋波 和电表量到的讯号形状相同 这个讯号听起来就像是这样 再来上传严重消波的讯号 这个消波的现象是透过修改上一波波形 将正幅超过正负3000的部分消掉来模拟的 不过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差异 但似乎不是很明显 可能因为是固定频率的关系 再来我们把它改成扫描频率的方式播放 看看是不是差异会比较明显 首先是纯赛波由低频扫描到高频的声音 再来播放消波讯号由低频到高频的声音 感觉就是在主频讯号以外 还有合成了一个有点无线电感觉的杂讯 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升学高手希望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总之 就是这个合成上去的杂讯 会让我们的扬声器发出错误的声音 因此处理音频 基本中的基本 就是要避免消波 讲了这么多 那到底什么情况会造成消波呢 以下我们就要来做几个简单的实验 但因为使用扬声器做实验实在是太吵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用先前制作的这个并联电阻板 来取代扬声器 因为扬声器实际上是个直流电阻 大约4欧姆左右的负载 因此我们如果把5颗20欧姆并联 就可以模拟喇叭 在最小阻抗时的功率表现 以刚刚正幅为正负5000个颗度的纯赛波 VPP约为正负550mV为参考 我们把扬声器换成4欧姆电阻石 炫到强度大约是560mV 和我们使用扬声器实差不多 再来我们慢慢的把并联电阻移除 电阻值会随之变高 这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输出讯号正幅也会逐渐的变大 我们将正幅增加一倍 量测一下实际的讯号 也整整提高了一倍 我们一口气把它提高到满颗度吧 理论上输出讯号会达到正负5.07V 而实际讯号 大约只有正负4.8V左右 而且其实已经有一点消波了 我们量量看VDD电压 只有4.83V 因此就是个典型的受到电源限制而消波的例子 我们现在用外部电源供电电压为5.2V 你看它就可以达到正负5.06V 而且不再消波了 那接下来既然我们已经使用了外部电源供电电源充足 那就可以完全杜绝消波了吗 嘿嘿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就一口气把负载加到4欧姆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讯号 电压就只剩下3.27V 而且仍然带有严重的消波 但电源可没什么问题 因此这次的消波明显就不属于电源消波 而是负载过重所造成的消波 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用个模拟档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推晚式输出级电路 当负载电阻较大时 输出电流小 输出讯号并没有什么失真 然而随着负载电阻值越来越低 负载电流就越来越高 这样问题就来了 因为NPM电晶体本身带有一定的内阻 电流一高 VCE间的电压损耗就变大 我们把它停在最高的地方 你看VCE本身在流过658mAh的时候 电压就高达2.3V 当然这个电压会是多少 需使零件本身的制作工艺来决定 不过电源5V减掉这个电压 将直接限制了输出讯号可发展的电压幅度 进而造成了消波 因此从手册数据中所记载的 使用4欧母扬升器时可达3.2W的功率 应该就意味着最大不消波的正幅 能达到大约正负3.5V左右 然而这肯定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连接布局 才可能做到的 像我们这种只靠接触导通的连接 能达到3.2V 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那这样 我们马上又面临了另一个问题 透过手册中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理解 扬升器阻值越小 可以有较大的输出功率 所以说我们已经知道 4欧姆时理想的最大电压是3.5V左右 那如果我用其他组织的扬升器呢 它们的最大输出功率又将会是多少呢 关于这点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刚刚学到了 电流越大 VCE损耗越大 对吧 也就是说 VCE损耗是在使用4欧姆扬升器时达到最大 换成较大电阻值的扬升器时 VCE损耗就会降低 也就是越不容易消波 因此 我们只要知道了4欧姆时的电压顶点 那我们用非理想的电压源模型 也许就可以计算出其他欧姆值 绝对不消波的预期电压峰值了 以我的例子 4欧姆不消波峰值约为3.2伏 现在先把我的最大音量调到3.1伏左右 使它不再消波 确认完 4加3.1伏在4欧姆扬升器上不会消波 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来计算看看 其他欧姆值的峰值电压将会是多少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开路电压 大约是4.52伏 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计算出 内组约为1.83欧姆 现在假设我们使用的扬升器负载是10欧姆 计算一下电压峰值会是多少 大约是3.82伏 大约是3.82伏 而实际上的讯号输出结果呢 大概是3.87伏 蛮接近的吧 那如果我们的扬升器负载是6.66欧姆呢 电压峰值会是多少 大约是3.55伏 实际上是3.6伏 也是很接近 有一点误差 不过这个硬确度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探讨了 这颗IC 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后 现在更能确定 它就是个音频专案的硬体懒人包 除了操作简单 音量大 而且讯号品质不错 透过它非常快速的 就能实作个简单的音频专案啦 推荐给大家 我们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啦 谢谢您的收看 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